歡迎大家來到OPEN SOURCE的OPEN SOURCE 我們想要辦這個活動主要是 想要讓大家可以去踏入OPEN SOURCE這個領域 就是有些人可能對OPEN SOURCE不了解 他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做OPEN SOURCE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我們的程式碼公開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或者說為什麼我們會去想要去看別的程式碼之類的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OPEN SOURCE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的活動 今天還有下禮拜的活動 最主要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想做這件事 還有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怎麼去做OPEN SOURCE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整個課程的設計上面是很簡單的設計 可以讓那些沒有技術級笛子的人 也可以踏入這塊領域 因為OPEN SOURCE的世界本來就不是只有 學電腦的人才可以進來 有些像設計師或者一些懂法律的人 也可以踏入這個領域 像強哥他就是學法律的 然後我們是一場超級讚的活動 因為我們是連詐騙集團都覺得我們很讚的活動 因為這個王子 這張就是我們的 然後詐騙集團表示 這是很讚的活動 大家說來看不然是想像啊 大家一定不可學 沒有 看不太懂的是 這個 按照的名字 就是在上面發文的人 就是那個詐騙集團 他昨天在學生計算地點會的社團上面PO我們 然後 我們想要帶大家進入OPEN SOURCE的世界 就是前面講的一段 然後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我的主辦單位 我們這次活動的主辦單位有 自由軟體副造場OSSF 就是強哥這邊代表的 然後還有政大知科系 然後以及ITSA教育部的資訊軟體人 超級長的那個 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計畫 檢測是ITSA 然後還有學生計算紀念會 所以我是四個 學生計算紀念會 然後我想請 Danny來講一下全身計算紀念會在幹什麼的 我是Sikhan2013-2014 找Danny 那其實剛剛強哥已經講很多了 那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一定是Sikhan的算是合心情地點 那其實 就是想像給學生一個舞台 然後一個發表的機會 對其實是我們一開始最初的想法 那希望各位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那我們現在在 真稿中 真稿到1、2、10號 你有任何題目可以講的話 那都可以隨時歡迎投稿 然後年會是在明年3月15號 在中英院自由 中英院的人文社會館 對 那希望大家 努力猶豔報名參加 雖然我覺得有可能會 馬上報名就被獎公公 希望會被獎公公 所以 希望大家 同月報名 然後投稿 謝謝 OK 那 議程簡介的部分 其實 後面 我們今天一層主要是在講 技術方面 黑技術方面的東西 像是 我們會給你介紹 OpenSource 一些基本的概念 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還有一些大家想法 以及OpenSource 比較有名的專案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有 自由軟體推廣經驗台 我們邀請了 ELEGO 跟 Ubuntu的 那個 它的裡面的 裡面的 經營者 然後來跟我們分享 它怎麼在推廣這個自由軟體 它的一些經驗 因為我們有一個 那些工程是應該懂得法律授權 這就是說 像創用CC 或者NIT授權 我們邀請了 IS 跟AND來分享 一些授權相關的知識 你要怎麼去選擇 使用屬授權 然後每個授權之間的差別有什麼 然後再來我們有 開源社群經驗台這系列的課程 就是我們邀請了MOSIA MOSIA MOSIA還有NoJay是台灣 兩位 MOSIA跟NoJay是台灣的講者 過來分享說 他們在推 他們在經營這個開源社群 就是 經營一個社群的時候 他們有遇到哪些事情 然後他們有 他們的一些經驗 一些心得 然後那接下來我就 不多說什麼了 就讓我們歡迎報告 好 那個在setting的時候 我還是來介紹一下Bub好了 對對對 那其實呢 就是 Bub啊 趙國強是 我們這個open source圈子 貢獻已經超過十年的一位 很資深的 這個 一位社群的成員 然後 什麼 很老沒有啦 我跟你講 open source圈都是什麼 都可能從高中 或大學的時候就開始貢獻 所以都十年沒什麼 像之前我預告 今天下午的講師 Blue Tea啊 他說什麼我選Pero 已經14年還15年 我心想說你幾歲啊 然後 其實沒有 他很 他比我們還小 Blue Tea比我們還小 下午就可以看到 那就變成是說 其實在這個領域當中 都很年輕 所以各位呢 其實已經輸在起頭點 不是啊 就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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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其實啊 各位現在呢 黃陽葡萄有會玩也 我覺得非常appreciate 大家今天能夠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 早上呢 我覺得大家 還能夠戰勝這種氣溫呢 我想說現在呢 先鼓舞一下自己 給自己一個熱烈的掌聲 來 好 那這個就是說 讓自己有沒有 就是抖手一點 然後大家聽的時候 才不會睡去這樣子 對 那其實叫我想 爸爸他在 應該說 非常早期就是 參與那個MOS TW的這個社群 到現在 大概已經快十 應該十年了吧 十年了嘛 對 然後他也是 2012 2013的 Coast Cup的開業人年會的總招 所以說呢 如果說在台灣的開業人的圈子裡面 講說 Bob講說 Coast Cup 沒聽過 他們都是假的 都是詐騙 所以說 真的 你在這邊 如果今天第一次聽到說 什麼是Coast Cup 開業人年會 那恭喜你 你正式進入到我們的 Open Source的領域中 因為你終於聽到這個東西了 對 那當然Bob今天會用 比較全面的方式 然後來講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 概念 那如果說 這個之間 有些地方他可能會Cue我 就是說可能 我們會 我會補充一些我所知的部分 那現在就我們來歡迎 Bob來進行這場演講 大家好 我是 就是 我先自己介紹一下 據說 在演講之前 如果是名人的話 他就不會自我介紹 比如說 賈博斯上台 你有看過他自我介紹嗎 大家好 我是賈博斯 我順便過我的總裁 他不會怎麼介紹 那所以 由於我不是也有名字 所以 我還是必須得要自我介紹一下 在Open Source的圈子裡面 如果你沒提過ゴス卡 那他真的比較奇怪 沒提過在我牆應該蠻多的 所以我不敢說我自己的名字 算是有參與四個部分 那各位 都有手冊 今天都有拿到 我們OSS18的手冊 那後面 我就 我就稍微看裡面 他所有手冊 然後把四個裡面 有提到的人 我有參與的 全都提出來了 第一個是 上角這個 PostTW 那這個是 從2004年 開始 創立到現在 那在他創立之前 我兩年 我也是參與相關的工作 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 旁邊的 CostCop 那我是前年跟去年 去年跟今年 也就是2012跟2013的 CostCop的總召 那 因為沒有人要接 所以也 也應該在此 今天第一次公開全部 我應該也是2014的總召 那 另外還有 再往下面那個 創用CC 我以前跟強哥 算是 算是同事 因為我以前也在中文院工作過 我等一下會提一下 我自己在做什麼 讓你比較知道 我這個人的Context 是什麼 那我在創意 其實工作過一陣子 所以我也 我也 稍微懂一點點法律的東西 那另外 前幾天剛 跑去選那個 台灣 維基媒體協會的理事 這樣 所以 反正我四個都有參加 那 那 我這個人的工作 工作是 工作有什麼東西呢 我這個其實也是蠻雜的 先講 我先自己承認說 我是資訊背景出身吧 來 這邊問一下 你是資訊 相關科系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資訊相關科系 絕大部分 OK 那 不是的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是學什麼 你是學什麼 你是家眷 我是資訊相關科系的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 我現在在做的功課 比較偏 比較偏 實際上 對啊 所以 也是很夢醒 反正這個圈子裡面 都很夢醒 那我一開始 是 對我之後第一份工作 在創業院 在職創的東西 在創業實際計畫 那做的是 一開始做的是 掛的直線還叫做 理工人士 不過後來掛的直線 就變成叫社群發展 就是 做 community的東西 等一下會解釋一下說 在open source圈子裡面 所謂的社群生理師 如果你經常在看其他的 爆章雜誌什麼的 他們提到社群 跟open source的社群 可能意思直射的東西 不是很一樣 你知道語言這種東西 就是很複雜 很麻煩嗎 那我等一下再回解釋一下 在 我們的圈子裡面 在乘坐社群的時候 它通常可能是一個 什麼意思 那 後來我跑到一家 廣告公司 叫wins isobar 那個知識網路 我們在做網路廣告 就跑去那邊做設計 莫名其妙好 然後 後來又跑到 摩茲亞台灣 就是摩茲亞台灣 在台灣的辦公室 我也在裡面做了 立民的行銷 然後 現在 我在 Handino 然後被 kabus買了 就是kabus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 售廟公司 就是這樣子 那這些公司 有一個特點 其實它都跟 open source有關係 或許你會覺得說 廣告公司跟open source有什麼關係 不好意思喔 B公司 廣告公司 有open source問題 我們有釋出open source問題 對 這大概廣告介紹很少見 那 kabus其實本身也有open source問題 只是 不是很多 但是它還是有 那我們公司被買之前 我們自己也有 兩個open source問題 在外面賣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會提一下 那 其實 說實在喔 我就算前面這四個公司 是隨意挑的 你還是一定會跟open source問題 扯上關係 一定喔 然後 你或許會給我一個 很奇怪的 例子 告訴我說 那如果你前面是做 清潔隊員呢 你總不會跟open source的 軟體有關係的吧 就是少 就是每天早上 比我們騎的都還要早 然後在大街上面 少見清潔隊員 不好意思 他們還是會跟open source 軟體有關係 一定會有 你的生活裡面已經 有太多太多 open source的軟體 你只是不一定知道而已 那 我今天會大概 其實做為第一場 我的任務就是 我要為大家 給大家一個 overview 今天我們一整天 到底有什麼東西 然後以及 open source 大家在講open source 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會講 這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自由跟軟體 第二個是 跟社群交換 那第三個是社群 那由於社群交換 跟社群下午 你接著都會講 所以大概點一下 這樣子 好 那 關於我要講這三個東西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相信這樣 你不敢用嗎 對不對 拿著麥克風呢 就是因為我說 這個其實在電腦界 也是很常見 就是我們在講民主 民主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如果有電腦開關 你就是可以決定一切的人 對 就是比如說像B B社群 就是MOSPW有沒有 主機放在中英院 對 雖然中英院都對我們很好 他真的都會聽我們 就是幫我們忙 但是萬一他哪一天 跟我說 我們要關機喔 我們也只能說 那你關吧 像沒這樣 沒問題一樣 那所以有麥克風 我們就用全力 沒辦法 那不過我們等一下 會有很多機會 會讓各位可以 就是跟我一起 就是做個運動 好 首先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Open Source 的軟體 那以及有另外一個名詞 可能不一定 你有看到 那第二個名詞 叫做Free Software 事實上 很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秉持著 蠢蠢蠢蠢蠢蠢蠢的政策 那是講Open Source 其實事實上 理直是在推自由軟體 或者是說 講是講自由軟體 理直是在推Open Source 我們經常在做這種事情 那不過 在那之前我先做一下 簡單的明調好不好 在今天之前 報名的時候 看到不算 今天之前 你有聽過 Open Source 這個詞呢 舉手就好 好 OK 有了沒有就太好了 還好有人沒有 我是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沒有 這樣我怕他不敢舉手 那 問一個進階一點問題 你有用過 Open Source的軟體的行舉手 好 先講 沒有舉手 全部都打錯 因為你一定有用過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一定有用過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看一下說 到底有哪一些軟體 是你有可能沒有用過 但是實際上 它明明就是Open Source的軟體 我們等一下會來提一下說 它的關於商業的部分 那不過 它一直以來都被當成是一個 比較沒有商業利益的東西 怎麼說呢 如果你像我一樣 投身在一個軟體公司裡面 或者是說一些資訊公司裡面 大部分的公司都會這麼想 就是 我的軟體是我賣給你的商品 那怎麼構成那個軟體的呢 是那個東西叫做原始碼 由原始碼去構成一個軟體 那這個構成的元素 它是一個秘密 是一個商業秘密 我不應該把這個元素給你知道 因為這樣的話 萬一你超去了怎麼辦 或者說萬一你發現說 那我哪裡做錯怎麼辦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一定不會把原始碼 拿出去給外面的人看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那不過 自由軟體反而是反過來 那所以自由軟體是反過來的時候 就說 我是要把原始碼給大家看 那這個其中會被很多人覺得說 那這個就是比較沒有商業利益 被很多人覺得 並不代表我認同 但是被很多人覺得 那 那這種情況之下就是 過去來講 自由軟體經常在做為基底 在運作 就是 有很多很多地方你看不到 但是實際上 它背後隱藏的形式 叫自由軟體 這樣子 那 好 給大家介紹這些軟體 那不過我們先 來獲得一下自由軟體 大家看到 這四個字 其中有兩個字 按你說 我不應該解釋 如果解釋的話 或許 你可以從大門一看 就是 後面那個軟體兩個字 有沒有人不知道要什麼的 請不要從生物學上面的觀點 來跟我解釋 軟體這兩個字 應該都知道 應該都可以知道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所以什麼叫自由 或者說 不要用哲學的方式跟我討論 在軟體的層面裡面 什麼叫自由 我們在講一個自由軟體 它已經變成一個專員名字 我們到底什麼是自由 這邊要追求的自由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 我今天不是來上歷史課 所以我盡量的不會提到 這麼的人名 那我無可避免的 必須得要提到組織名稱 但是 就是我盡量讓它很少 你就不用去背那些東西 你大概懂一些 還是什麼樣的東西就好了 那 自由軟體 被稱之為自由軟體的時候 它追求的是四個自由 有四大自由 如果你手沒有手冊的話 它其實手的上面有寫好 那不過我這邊 有一個比較簡化一點的版本 就是我大概 縮解一些文字 讓頭文篇上面 比較好 有力打出來 第一個 四大自由 第一個 是使用的自由 軟體應該 這個自由軟體 它應該是可以讓 任何人 因為任何目的而使用 也就是說 它不應該限制你的使用目的 這是它追求第一個自由 應該不難理解 應該不難理解 那第二個 研究的自由 軟體的使用者 它應該要可以 了解程式的運作原理 那並且進一步 它應該也可以去修改它 如果它有能力修改不好 它應該也可以修改它 好 那 這一條其實蠻重要 因為它 關心著說 就是自由軟體 或者是open source軟體 為什麼要把原始碼 拿出去給別人看 怎麼說呢 剛剛說過了 原始碼就是構成程式的 元素 的邏輯 那你想要了解一個程式 背後怎麼運作 也無可避免 必須要能夠看到它的原始碼 所以 因為有了這一條 有研究的自由 追求研究的自由 所以自由軟體 open source軟體 都必須是 把原始碼拿給你看的 你在作為使用者的傾向 傾向之下 你都可以拿到原始碼 來觀看它 不解修改它 這是第二個 研究的自由 第三個 散布的自由 這邊用的散布 是比較像法律名詞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軟體給別人 比如說像 我今天 我說我買了一套軟體好了 我買了一套 不要隨便舉例 有錄影 不要隨便舉 買一套某某軟體 然後我今天覺得 它真的很好用 我可不可以拿copy 給我鄰居的小房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那些軟體公司 都會跟你說不行 因為他們想要 就是賣多一點 不過當然也是有部分公司 或者說 從上自由軟體的單位 他們會把他們的軟體 用自由軟體的方式釋出 給他們使用 給他們使用 那你一旦拿到那個軟體 你就有權利 就有這個自由 可以把那個軟體給別人用 Copy幾分都無所謂 放在網路上 點它下載也可以 那是一種散布 那所以 他還追求這個散布的自由 你可以把軟體給別人用 給別人使用 第四個 改良的自由 剛剛有提過說 它可以修改 因為我們有研究的自由 所以我們可以看你程式 我們可以修改它 那我們修改完的東西 也可以你把這個修改的成果 把它放出去給別人使用 讓這個整個群體 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怎麼說 它有一個中心裡面就是說 我們把東西打開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發現你沒有錯 你要過去跟我講一下 要不你自己可以修一下 因為你自己有修改自由 你修改之後 你趕快把東西再放出來給大家用 放出來給大家用的時候 整個社群都 因為這個有獲得利益 因為軟體越變越好 這是它有一個思想 好 那這四大自由 我想麻煩大家 先花個半分鐘看一下 或者是說 你趕快翻一下你的手冊 看哪一頁有提到這四大自由 為什麼要花個半分鐘來看一下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自由小學堂 給大家一些簡單的問答 來順便來理清一些 比較常見的模糊的界線這樣子 有翻到可不可以大聲喊一下說 就是在哪頁 第一頁嗎 第一頁就有 綠色那一本嗎 綠色那一本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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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自由 它那邊講的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我這邊在簡報上面 我發縮解的文字 我盡量力求意思不要變好 好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 進行 咱們今天的自由小學堂 自由小學堂要怎麼樣做呢 以下狀況 請注意到 等一下我打出來這些東西好了 以下狀況 如果你覺得 它可能屬於自由軟體 就請你舉手 只要可能就可以了 因為要是不是一個自由軟體 剛才有講過有四大自由 它也可能涉及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所以你只要發現 沒有衝突 那你就可以舉手 但是如果它有跟前面 四大自由衝突 那你可能就不能舉手 因為它就一定不是自由軟體 好 好 那我們先來 test run一下 第一個狀況一 好 狀況一 某軟體售價新台幣20萬元 消費者購買以後 可以取得原始碼 並且修改 而且沒有授權能數等等限制 好 請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自由軟體 你覺得是的 你覺得有可能是得經舉手 是的 好 那不舉手的來一個吧 來 先警告一下 來 你告訴我說 你覺得它應該不是 是嗎 還是說你還沒看見問題 那我再讓你看一次 我再唸一次喔 某軟體售價新台幣20萬元 消費者購買以後 可以取得其原始碼 並且修改 沒有授權能數的限制 有沒有覺得不是的 不是的 它應該不是的 好 大家早上比較懶得舉手 所以我再來問一下 就是 你覺得它可能是得請舉手 你覺得它可能是的 你覺得它應該是的 你覺得它應該是的 好 OK 看到至少一位 沒有舉手 來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說 你覺得它是 是還是不是嗎 不是 因為它有商業行為 好 OK 謝謝你 那個 有人提出來答案是 不是 因為有商業行為 那有沒有人有 其他的想法 就是 它不是 那你的想法是其他的部分 有沒有人 沒有 好 沒有 那我們就來看看答案吧 答案就是 其實它有可能是 自由軟體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自由軟體是可以收費的 自由軟體並沒有說 剛剛前面四大自由都沒有講到說 我能不能收錢 其實都沒有提到 甚至像 我講一下說 就是我之前在 就是費KaBus買掉的那一公司 就是黑英雄 我們有兩套軟體 是用自由軟體方式授權 用GPAL 好 那 授權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原始碼 就直接在網站上面給大家公布 給大家看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Button是說 你要買這個軟體的話 你可以丟10 10個美金給我們 很多很多人會去買 其實很多人會去買 那我講一下很多是 因為大家都很懶得自己 去把那個程式碼建立起來 Fill起來 然後我們的軟體只要 10塊美金 所以很多設計師都想說 然後我懶得去學那些 宅以早報 我就直接直接買 反正你後面也會來對給我 那甚至還有很誇張的例子就是 莫不其妙我們明明就是GPAL GPAL就剛剛講說 有散布資源嗎 GPAL點點嗎 那他們公司一百個人 還是要買一百套這樣子 因為他們覺得說就是要 OK 好我們當然都會這樣對不對 那所以 其實自由軟體是可以收費的 那並不是因為說 它有商業行為就不能收費 所以我第一題是正確 來 好準備好了 第二題好 第二題 某軟體可以免費在網路上面下載 並且 網站上面也有提供原始碼 做的只有一個條件而已 他說不可以用來做壞事 好請問這個 你覺得它可能是自由軟體的請舉手 好 那個不是的 請放下 不是 你不要回答嗎 那我就 來 覺得不是的 不是的可以給我 來請說 直接告訴我 他這樣違反第一條 他這樣違反第一條 第一條是什麼 就是使用自由 使用自由 對 好 剛剛沒有舉手的人 你答對了 因為 雖然這個聽起來很怪怪的 因為不能做壞事好像是一個很正常的限制才對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你講這個不能做壞事 那你就已經限制了它的使用目的 那有限制使用目的 不好意思 就不是我們追求自由軟體 所以 這個其實真的有這種條款 就是那個 不要做壞事 條款 真的有這個收入條款 那這個 就 反正就是這樣 這是正確的 他是正確的 好 第三題 這題要長一點 我念一次 某超商找了一間公司外包撰寫軟體 契約上聲明 該超商在取得軟體的時候 日後可以依據隨附的原始碼 修改改善軟體 原始軟體與修改成果都限該超商使用 好 你覺得這個可能是自由軟體的主場 喔 這一題倒是沒有人覺得可能是自由軟體 那我隨便點一個好不好 那個 來吧 告訴我一下 你覺得他應該不是自由軟體 為什麼 它不能散布 因為不能散布 OK 沒錯 這題是比較簡單 雖然可以改成是 但這樣就沒有散布的自由 所以它不太一樣 好 那你會發現有一些公司 他們是願意給你看原始碼 但是不讓你改 他的就是法律上面他們說不讓你改 比如說 蠻常見的狀況是說 你要寫一個跟我的系統相容的軟體 那為了要很好的相容 我給你看程式碼會比較快 因為這樣你會比較知道我怎麼處理的 因為那是邏輯嘛 但是我告訴你說你不可以修改 而且你也不可以把我的原始碼拿出給你 那就不對了 那就不是我們要的自由軟體 不一樣 所以那個東西 它最多是都只能叫做說 它把原始碼給你看 但是它不能說它是一個開放原始碼軟體 也不能說它是自由軟體 對不對 好 那裝飾 裝飾也複雜 裝飾也複雜 裝飾真的比較複雜 那我們的例子 某軟體售價 1998元 售價不重要 網站上面不提供原始碼 消費者在購買以後 會從寄送的軟體觀點裡面 獲得隨附的原始碼 小強他還沒有這套軟體 他就寫信去給該廠商索取原始碼 不過廠商不願意給我們 好請問一下 那這樣的一個軟體 你覺得它可能是自由軟體的 請舉手 好 OK 這次舉手的比較少 所以我應該是先來問舉手的 那個 欸 再舉手 而且我就沒有要舉手 來 大家好 Danny 我覺得要看他受選條款 好 那 你可以告訴我一個人 他受選條款 然後結果他就 電子式的狀況 他如果是GPL的話 那他就會用 欸 也不 他如果用不到GPL的話 對 或者是 他其實就MIT 或是那個 就他只要那個 做成好是自由軟體 MIT MIT 你講的是 MIT MIT 你講的是MIT MIT 你講的是MIT 這一題Kaiho要不要發表這件事 為什麼他可能是 為什麼你覺得他可能是自由軟體 有否的這四大自由 OK 好 那實際上這一題也是非常吊詭的一題 不過還是確實在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 其實之前我們就有討論過類似的case 等一下有機會講故事再講 這個還是有可能是自由軟體 為什麼 因為規定上面是 擁有軟體的人必須有研究自由 沒有軟體的人並不一定 就應該要拿到軟體 也就是說小強如果他比如說 小強隔壁鄰居如果阿花他買了這套軟體 然後小強去跟他copy 因為自由軟體可以copy 那copy完之後他跟廠商講說 雖然我沒有跟你買 但是我已經有這套軟體了 然後我麻煩你copy給我這件事 那廠商應該要答應他的要求 不過在這邊來講要多提一點 就是說這個時候他的這個索取原始碼這個行為 並不一定是完完全全不能收任何費用的 但是不是要收授權金 就是說你今天一套軟體賣多少錢 然後我跟你說我已經有內套軟體了 我跟別人copy的 然後你私自有軟體我要跟你要人吃嘛 這個時候你告訴我說 好啊但是我們公司沒有網站 那我要寄光碟給你 我要跟你說工本費多少多少錢 然後工本費光碟的錢 然後油資的錢這樣子 這個是OK的 因為那是基本的成分 那個本來就應該可以給他 所以並不是說完完全全不能有任何的金錢往來 他是有可能會有金錢往來 好 所以這四個點剛剛好我們都有討論一些 自由軟體在定義上面比較大家容易混淆的地方 我說你看像最後一個人他死的很慘 就死很多嘛 就是蠻有 因為這幾個問題都是常見問題 好那所以到這邊 自由軟體的定義你應該大概了解了 但至少知道就是那四大自由 你就拿那四大自由出來看就對了 OK 那所以這是自由軟體 不過那 Open Source軟體 他作為一個專有名詞 那他到底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要來講一下說 就是自由軟體他的英文 叫做Free Software 那他非常非常容易跟免費軟體的混 免費軟體是Freeware 那為什麼他很容易敢問的英文都有Free 那這個Free呢 他... 對啊 有笑人就要笑一下 不然我問你大家看 這個Free他其實是有一點麻煩 因為你到中文來講其實不會誤解 自由就是自由 絕對不會跟免費混在一起 但是在英文裡面非常非常容易誤解 那據設計者說他是故意的 不過他就說這個Free是指言論自由 那個Free Speech 不是Freebie的 不是免費的比接 那用了這麼重的方式啊 要感恩大家的視頻 那就有另外的人就會覺得說 欸這其實你這樣這樣子的話 我們其實也很麻煩啊 你用這麼容易誤解的詞 那這樣子大家無所事從啊 所以就有另外一些人就起來講說啊 那我們來選另外一些名字 然後用另外的定義去把類似的東西定起來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有Open Source這個詞出現啦 這是選出來的 就選出來的 所以叫做Open Source 那Open Source他有他自己另外一套定義 那為什麼他有另外一套定義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混淆 像自由軟體有自由軟體的定義 穩穩的就有那四條 四條絕對一條都不會違規 那Open Source也就是我們稱之為 開放的資碼軟體或開源軟體 那他也有他的定義 他的定義比較囉嗦 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只大概列一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一幾百科上面看 那不過我還是把它整個念過一次 第一個是他有自由散布的自由 就是你可以允許散布城市 這其實跟剛剛的自由軟體很像 然後原始碼他也允許你散布原始碼 那你這樣才可以修改吧當然 那接下來改良 你也可以修改城市 可以散布改良成果 這也是很正常的 那就是沒有歧視 任何人任何軟體 任何什麼生涵都可以使用 其實自由軟體也是一樣 使用應該要可以被任何原因 任何領域都使用 這其實這兩個合起來 就是自由軟體第一代自由 第一個自由 那授權任何使用這個程式的人 不管你轉幾首 就是我copy給阿花 阿花copy給阿民 阿民copy給小狗 通通都是一樣的 都得到授權人 並不會因為說你轉幾首 就會有什麼誤差 只要他拿到完 你還就是可能要授權人 那接下來比較複雜一點 我只大概講一下 那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更多 等下給我講 等等就把東西丟過去了 不具體針對特定產品 他說我們在發布軟體的時候 蠻常會有用一整個集合 就很像以前我們古早的時候 講的大壁貼 就一整個集合 我們打稱之為Package Package 那這一整個集合呢 他一次發布出去的時候 他可能說 阿我這個Package是某個 授權條款 某個使用條款 你要去出手也好 那但是這個既然是一整個大包的東西 他總是裡面有好多好多 小小元碎的各個元件嘛 那這些零碎元件 他是有可能被拿出去 另外再拿出去散步的 那這個時候 在胎原軟體的規定裡面是說 這些小小的元件並不會因為說 他那一大包是什麼 授權條款 就被規定 他必須得要是什麼授權條款 也就是說 不能只針對其中的某一項特定說 就是他就必須得要跟著 跟著一個大包一起走 他不會這樣規定 這比較複雜一點 再來就是說 不影響其他軟體 他不得限制其他同時散步的軟體 剛剛講的是一個Package嘛 一個Package 通常裡面自己 所有的軟體自己互相是有交互作用的 但是 假設我今天不是一整個Package 我可能是兩個Package 但是我裝在同一張光碟片裡面給你 這樣我就要同時散步 但是同時散步 他也不可以限制其他同時散步的軟體 並不會因為其中一個Package 是這個搜尋條款 另外一個Package 也要是一樣搜尋條款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蠻有趣的 他說 搜尋條款的技術 必須保持技術中立 這個東西我當初在看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神奇 就是我想不太到 我自己會怎麼去用它 但是它就是會出現 這是什麼呢 他是要允許一些 非網路跟非圖形化的狀況 也就是說 我們經常在軟體在安裝的時候 會看到一種狀況 就是說 你在安裝的時候 他叫你下一步下一步 對不對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視窗跳出來 告訴你說 ㄟ 當你按下同意的時候 你視同你已經同意我 blablabla 怎麼樣條款 不能只用這個 他必須要支援另外的方式 去讓你看到搜尋條款 你不能說 我倫理裝到那邊 我必須得要用圖形機去按 才能看到搜尋條款 他不能不依據你這樣做 所以有可能是 你必須要讓 這個時候 或許你就把搜尋條款印出來 然後用紙本的方式去傳遞 他必須要能夠支援 不是網路 不是圖形化的狀況 這一點蠻有趣的 那 他這樣的定義其實會 你這樣聽 其實你也知道說 他的定義比較 說實務 好像比較實務一點 剛剛這個軟體 四大自由 蠻哲學的 其他在追求都是自軟體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軟體 但實際上他追求都是自由 這邊很多很多都在講軟體本身的事情 因為其實 Open Source這個相關的東西 他比較 偏向方法論 也不能這麼說 不過 很多很多人看待他的時候 是覺得說 Open Source是一個方法 他是一個可以讓軟體變得更好的方式 可以讓學習變得更快的方式 這跟自由的軟體要追求 自由其實不能完全畫上等號 因為自由軟體講的就是自由 他剛剛那邊只是說 這是一個更好的更快的方式 兩個加大型的不一樣 那所以 他們兩個之間 並不是 圈圈並不是一樣大 Open Source 如果要把說 Open Source 這樣畫出來的話 有一點點像是 Free Software是Open Source的執行 但是 就我所看到的資料說 就是有一部分的Free Software 不一定是Open Source的定義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大致上是 就是如此的狀況 好 那 剛講了很多很多的 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 或者是Open Source的軟體 Open Source的軟體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 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 就是 那誰可以決定 我的軟體 或者是某一個人的軟體 是不是自由軟體 或者是不是 Open Source軟體 我們要怎麼決定 或許你會告訴我說 那我就拿著定義 一項一項去看就好嗎 這樣好像很直接 不過 如果我們剛剛所說 其實定義裡面 有時候會有一些 我們需要進步 討論的地方 那這樣子用起來 就不是那麼的方便 因為定義 比如說四大自由好了 有一些狀況 你可能會 真的非常不利軟 你會 需要花很多腦筋 去辨識 某一個軟體 是不是自由軟體 那這樣其實很麻煩 所以 我們的做法是說 我們採用授權條款來辨認 為什麼會說採用授權條款來辨認呢 因為 其實剛剛的講 自由也好 國民授權也好 講到底都是屬於權利的 他講到底都是屬於權利 要怎麼授權 然後跟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擁有某個權利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討論說 這個權到底是什麼 授 授就是一個動詞 就是典禮 所以授權 條款交易就不用講了 授權 權到底是什麼 權在這邊指的是智慧產權 在智慧產權 在智慧產權 那有一些 open source的 或者是推銷位的 條款會特別針對專利 在下手 不過大致上是智慧產權 那 那 剛剛講的兩大說門派 open source in source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組織 各自成立的一個類似基金會的東西 一個是叫做自由管理基金會 FSF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開放原始碼促進會 OSI 那這兩個組織呢 他們各自依據他們的定義 去省了很多條款 然後告訴你說 哦 如果你用我這些條款 這幾種條款 其中一種 那你就符合我的定義 那如果你不適用 那我就不說你適用 你就不適用 所以今天有一個狀況就說 假設 今天Danny開一家公司 Danny開一家公司 然後他說 欸我想要用 open source的方式示出我的軟體 那 不過 我看著市面上各種的 所謂的授權條款 市面上有很多種授權條款 或許下我會講 那 那麼多授權條款裡面 我覺得總是沒有我想要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其實他的公司 可以自己去依靠 然後拿給 比如說OS來審核 那放出去給大家用 那如果OS來審核過 OK 以後今天用的這個叫不用 比如說Danny license Danny license就是一個自由軟體 一個open source軟體的一條款 那 所有使用Danny license的軟體 都可以叫做 open source軟體 他是用這種方式來讓你辨識 所以 如果你看到某一個軟體 他說 我今天是GPAL授權 那他就非常明顯是自由軟體 就不用你畫那麼多腦筋去辨識說 他所以什麼情況之下 他到底是不是屬於 四大自由之內 就你不用畫那麼多時間辨識 因為反正人家要審核過 審核過那就是那樣 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 剛剛講了這麼多 總之 如果你用了自由軟體 FSF 審核過的條款 去發布你的軟體的話 去授權你的軟體給別人用的話 那你的軟體就是一個自由軟體 如果你用OSI 審核過的條款 發布你的軟體給別人用的話 那你的軟體就是一個 Open Source的軟體 那 的確有一種可能是 你同時使用兩種條款釋出 那你的軟體又是Open Source的軟體 又是自由軟體 的確有可能 這個甚至我們有甚至到 什麼Triple License都用 就是三重受理軟體 你自己選一個 你自己喜歡用 我這邊有三種牌讓你選 那樣子 那你選著用 你就照著那個規則用就對了 是可以這樣子 好那 這些軟體有哪一些呢 比如說 看得見的消費性產品 像Firefox Chrome面 PS一下那個 Chrome Google Chrome 不是 Open Source的軟體 因為 Chrome面是 Chrome面 Google Chrome是改Chrome面 雖然兩個是同一家公司 下去推動的 但是 Google Chrome是改Chrome面 然後他自己有加一些東西 那他並沒有用 符合 Open Source 或者是自由軟體的方式釋出 好 所以 只有他的原始的那個 Chrome面 那個是自由軟體 Chrome面 然後再來 或者是一些 你要看得到的 商用的或大型的產品 像Open Office 或Ubuntu 好 這些是屬於 自由軟體 或者是 開放有什麼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些 是你平常比較沒有看到 這些就是我剛剛講說 其實你有很多地方 你已經在用自由軟體 你不知道 你也不會知道 他也刻意的 不要讓你知道 像是 我們講程式設計師在寫的 那個GCCI 跟HPR 這種東西 他其實本身他有編譯器嘛 大部分人都資訊了 我就稍微講一點點訊息 編譯器 他那個編譯器本身是自由軟體 他也是自由軟體啊 他是自由軟體 裡面就有 裡面就有 那你在 不要講說這些你直接用得到的 因為你拿手機起來就用了嘛 講一些你間接用得到的 甚至很多街上邊在跑的系統 也都是你台的自由軟體在裡面 所以你一定有用過啦 其實你一定有用到 好 好 那到這邊 我剛剛已經把自由軟體 跟open source軟體的定義 都先大概過了一遍 那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自由軟體那邊的嘛 就是比較像 就是追求哲學士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 當然兩邊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 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很重要是 它可以促進我的學習 那 那 我之所以會加入 投入這個 收運動也好 或者說那個 神秘的宗教主義 那 主要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 對我自己有利處 那我們把這些 投入的人啊 我們會給他一個名字 我們把他們統稱叫做社群 那 一般 如果你在報章雜事上面 聽到社群啊 你最容易聯想的 就是一個字 叫做 Facebook 但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是行銷人的話 你理解社群是Facebook 我也覺得無可厚非啊 但是 總之它不是那個意思 不一樣 那我們要來追根就底一下說 就是 社群這個字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在自己的部門說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那以及它有什麼樣的文化 不過在那之前 我想要先放大家 睡個五分鐘 對 或者是你要去上廁所 或者跟別人來 你都可以很好 那我們就五分鐘之後再回來 好 謝謝大家 好 OK 那我們要開始喔 好 I ready 沒有人回我 好 當我說I ready 的時候 幫我給我一個 OK 好不好 OK I ready OK 好 好 都是一拳容易洗腦的 好 好 好 剛剛講的嘛 Community 它到底什麼意思 這個字 我們要把它延伸回去 到它本來的 本來的東西 它本來是指社區 好 事實上中國大陸 還是把它翻譯為社區 社區 社區 那社區你就比較好理解 因為你自己家 附近住的那個地方 就叫什麼康年社區 有什麼社區 什麼社區 那個就是社區 那 指一群在地底上面 你相近的人 住的很相近的人 然後本身可能有一個生態系統 那不過 你把它延伸 眼看這個詞的定義 它就會變成 共享某種特殊屬性的人 那什麼叫特殊屬性 有可能比如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參加 一定有參加過什麼社團 社團 社團 社團裡面 至少有一個共同的喜好 因為大部分的社團 都是因為喜好 也有一些是 因為黨派 也有一些是因為 宗教 也有一些是因為 地理位置 都有 不過 他們總是共享了某些 特殊屬性 有可能是興趣 有可能是專長 比如說像 什麼會計師聯合會 這就是專長 那也有 地理位置 比如說 你來 像我一樣 到 離鄉被體去工作 可能就會參加那邊的 當地的社團 或者說 像我以前 我以前在念 中山大學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 什麼 校委會 高中的校委會 那你就看到說 高雄的學校 就是我自己也是高雄人 高雄的學校都不太 喜歡辦校委會 因為 就在自己的家鄉 辦校委會 好奇怪 就是 你沒事回去就好啦 那 但是外鄉來的 就蠻常見 他們就蠻活躍的 好 那這是computing 那 對open source的社群來講 我們就要歸溯一下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通常這個軟體 怎麼形成 雖然 有 像剛剛那樣子 四大自由 這麼崇尚崇高的 一個理想在 不過其實 說實在 我們講認真的 絕大部分的open source 什麼問題 一開始在 寫的時候 都還是 為了自己開發 絕大部分 應該都是 好 那為了自己開發 那 我就把 程式碼給別人看 反正我沒有想要 拿它來做運例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 給別人看看 那或許 別人可以給我一些什麼意見 或者說 甚至可以幫我 修一些什麼東西 讓我自己用的更好 自己更開心 那所以 這其實蠻常見的 就是會 為了自己開發 所以它的目標就是 能解決自己問題 爽就好 經常是 這個樣子 開始的 那 所以它會 造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它會 以一個 高手為中心 然後 旁邊聚集著 一大堆崇拜高手 或者說想要跟高手交流 或者是說 使用高手管體人 蠻常見以前是 就是比較小型的自由 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的社群是這樣形成的 那所以它裡面就包含著 開發者自己 這當然 那以及能夠幫忙開發的人 那以及 沒辦法開發的使用者 我好像可以把它處略分成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是比較出錢的講法 那不過 隨著現在的問題 越來越複雜 然後也越來越大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大型的 open source專案 就不要講大如 不公圖 這樣一整個OS的狀況 或者說 Android 這樣一整個OS的狀況 先不要考慮這個 講小項題就好 我就講比較熟 我翻發者 那翻發者 它一個軟體要寫成 已經不是程式設計師 一個人可以解決的事情 或者說 不只是程式設計師 這個角色可以解決的事情 為什麼呢 你一個軟體出來 總要有人測試吧 尤其是 你已經變成一個這麼複雜的軟體 現在大部分流軟器 都變得很複雜 那 你已經是一個這麼複雜的軟體 那你總是要測試 測試 它雖然不算寫程式的人 它可能多少 有一點程式能力 它到底要算在哪一邊 我剛剛如果只把它切開成兩邊 一邊要使用者一邊要開發者 它到底在哪一邊 怪怪的 然後還有 你總要有規劃介面的人 當然有的程式設計師很全能 他自己就是powerful 超強的 一個人可以搞定所有事情 但是你知道人就不是神 所以他不是說 要有光劇的回光 那 這種情況之下 他還是會有他自己的時間限制 還是有一些東西要分工比較快 所以他總是會有介面設計的人吧 那 以FiveBuds來講 他已經成長到一個一定的幅度 他總是會要有資料分析的人吧 他可能要分析說 使用者在用哪些介面會比較容易出錯 或是說 在哪些選項比較容易有很多人使用 他可能要去研究新的使用者 他們的瀏覽習慣怎麼樣改變 以便他們提供資料給介面設計師 讓設計師去改新的介面 這些人都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所謂的開發者 那種傳統意義上所謂的開發者 都是code的人 寫成式的人 他們已經不是這樣 但是他們也不是單純的使用者而已 單純的使用者 如果我們把他講到最純粹 他們可能甚至不會去你的網站上面 給你一些回饋 他們可能甚至不會 你就直接下載下來用 用了覺得不好用 丟掉換一套 大概這個比較常見吧 所以你軟體越來越大 他要問你東西也越來越多 那就會變成說你的角色會變得很多很雜 那很多很雜的情況之下 他也會發生一些情形 就是說你很難去定義誰是社群成員 我今天我只是一個FlyFast的使用者 然後我並沒有打算要去回饋什麼 然後我就默默的用 我是不是社群成員 這是一個問題 我今天是一個單純FlyFast的使用者 那我也願意教我隔壁的阿花 因為他很正 我願意教他怎麼使用 我好像有今天負責推廣的功能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一個單純使用者 我是不是一個功能 不知道 所以說 他就變成說 有狹義的或者是廣義的講法 狹義的講法 大致上都會是 如果他有認同 還有他自己覺得他屬於那個組織 而且有contribute 就是有回饋 那就是 那比較廣密一點 其實說 其實大部分都是阿 只會遇到的都是阿 那你講得那麼廣密 就沒有什麼太大意思了 不過 這讓你大概看一下說 社群的樣貌是這個樣子 其實 說實在不只是軟體社群 大部分的使用者社群都是這個樣子 像我自己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有他使用者社群 一大堆使用這個東西就有 那他們也是社群人 所以當他們的社群到後面都會變得很模糊 我覺得角色會很多種 那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 就是作為社群成員 我們在辨識某個人 是不是我們的社群成員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很困難 那很多情況之下 我們會看他有沒有一直來參加活動阿 或者說一直有共同塔交道阿 那久了以後大家自然而然就是阿 你就是嘛 那有一些有達以上面的能未滿的人 那個就是比較麻煩阿 那已經在一起都已經牽手了 那個就不用問他說是不是我贏了 好那 這是社群 那不過我們再來討論一個 另外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 剛剛有講到說就是 Open source文件是很歡迎大家自己去 改善的 改良的 那我也講說 大部分的開發者都是自己 就做出來 然後自己為了自己用 就能夠過就好 自己覺得高興就好 那所以 當你在跟他要求一個新功能的時候阿 當你在跟他要求說 其實什麼東西我用起來不是很順 那你能不能再加一個什麼東西阿 那這個時候通常都會換來這句話 就是 patches will come 什麼意思呢 這個有三種可能的意思 他有可能是連擊 也有可能是分開的 就是要看那個 講的他當時怎麼想 第一個是 大家都可以自己動手喔 就是歡迎你可以動手喔 然後再來是 我這個軟體一定還有很多錯啦 那如果有什麼錯的話 大家幫我們幫我們改一下 這是第二種想法 那第三個是 想那麼小 要不然你自己做阿 揪咪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問他 他這個 光一個簡單的字 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種意思阿 不過 他反映著 會受社群裡面 一個 project owner 他可能自己有什麼樣 不可能的態度 那所以你會覺得就是 大家都 個性都很不一樣 那會受社群 並不會有一個 完完全全特定那個人就是怎麼樣 我們很常會把 比如說宅這個字 來依照台灣的利益 去套在某一個人的身上 那實際上 你會發現 並不是所有改化者 都符合你心目中的那個宅 很多人也是能源善道 很多人也是很會打扮 很多人也是 請自己老補一下 一些不太一樣的想法在裡面 然後 那所以說 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阿 就是 他其實有一個 有一些很特殊的化在 他不是一般的公司 他也不會像是一般的公司 他甚至沒有打算 要成為一般的公司 那樣子 所以你不會看到 組織嚴密的狀況 反而你會看到 很組織鬆散的狀況 那我要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來說明一下這個 組織鬆散 我們就是 莫子喜好如如的社群 每個禮拜五 在台北 有 有 在台北跟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阿 禮拜五是台北的 台北我們在 光化商場附近 可以加 叫六號茶 他有一個 每個禮拜的定期聚會 那我們聚會的內容 就是沒有內容 那你自己來 然後你自己想要幹嘛 就幹嘛 那你如果想要找別人幫忙 像昨天我就是跟 下午要講的人 在討論今天的東西 那上個禮拜我在弄另外一個床 的事情 上上個禮拜我沒去 也不會有人說 我想你一定要來 不會啦 就自己來 那 在某一天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 新的人來 然後他跟我們混了一陣子之後 他就問你說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爾濱剛 就是我們的社群夥伴 剛進來 剛進來以後他就問說 那是誰阿 然後就大家跟他介紹 大家跟他介紹說 他說 所以他是像社群的community leader 那種東西嗎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的社群成人 又講一句 我真的覺得我們社群有做對的事情 就是他講一句話說 我們沒有所謂的leader 這個社群其實沒有所謂的leader 如果你要 你說要講coordinator 然後我們也有 如果你說要講聯絡人 然後我們也有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東西 叫領導人 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這樣的組織 我想大部分的omersource組織 其實都很像這個樣子 那 唯一有可能會叫做領導人的 他可能是那個 maintainer 某一些層面上他是領導人 這我等下再說明 那所以社群組織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其實在omersource 或者switch software的社群裡面 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理性的志工 絕大部分 並不是所有 比如說 兩個比方 我說 那個 Happy Telecom Company HTC 他們裡面就有工程師在做一些貢獻 那工程師有沒有理性 有啊 但是他有沒有大貢獻 有 有啊 所以 不是所有人都是不理性的志工 但其實說實在 絕大部分人都是 那所以說 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很難去 用一個領導人 那種權力的結構 去命令他 或者是規範他 你必須得怎麼 不能得怎麼 事實上說實在很重要 然後沒有這種權力的 權力的東西在 那今天 假設今天 所謂的 community 對我不好 我就不爽 我就不幹了 我就走啊 這絕對不是任何一個社群裡面想看到的 所以我其實這一點來講 我經常在 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你如果能夠稱霸這種非營利組織啊 那你去 營利組織裡面就 無於得水 這其實很管理學 就是你如果能夠 把這群人弄得好 那你在營利組織裡面 你擁有另外的 那個 又贏 那你無於得水 你會非常強 所以絕大部分人 不是不理性的志工 所以你沒有辦法有一個 所謂的leader去 就是架構上面叫做leader的人 去命令他做成事 但是比較常出現的是 我們所謂的under 那個under assaulting 就是 你自己去爭取 來的credit 打個比方好了 今天你是一個新的人 哪有你來 所有人都不認識 所有人都不認識 那其實說實在你很難去 你講的話 可能說實在比較少人會聽 我們不要講說什麼 我們排擠你什麼的 而是說 其實大家就是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那你突然 你人沒有任何context 你突然來一下 你怎麼知道你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慢慢跟我們混久了 然後你大概知道 原來你是 你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你打算想要做什麼 我們就慢慢去聽你講話 那再久一點 開始去貢獻 做一些事情 而且你在那個地方的貢獻 超過別人 或者說在那個地方 至少有一個卓越的貢獻 那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譬如說 有某個專案 那就問他啊 因為他做最多 或者說 因為他有幾個東西 他做得很重要 然後你就問他 那變成你開始講的話 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 那叫什麼 分量戰 那就謝謝你 謝謝你的 開始有點分量戰 那慢慢的 越來越多次 當你 當社群成員們 知道說 其實這個人講出來的話 就真的是他都考慮過的 而且他講的話就是 很多時候都是對的 雖然不見得每一次 但都是對的 那越來越多人 會願意聽你講話 那意義上 某種意義上 你是一個社群的leader 但是那個leader 不是只有一個人 是leaders 一個社群裡面 好多好多人 是講話的時候 別人會聽 會參考一下 然後直到他們 達成一共識 或者說直到他們 決定拆散好幾局 各自做不同的事情 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社群一個 也蠻有趣的生態 那也是他 鬆散的組織的其中一種 那我剛才有提過嘛 我們還是會有 所謂的負責人跟協調人 負責人其實是做什麼 就是很苦命的 就是把東西列出來說 我們要做有哪些 然後試出去拜託別人 不是啊 試出去問看說有沒有人要做 那他的工作就是要分配工作 避免重複 其實他的 絕大部分的目的是為了避免重複 另外 打個比方 今天在網路上面 有很多open source project 他們是利用公開的 我們所謂issue tracking system 就是錯誤追蹤系統 我們把發現程式的 有什麼問題也好 或者說 有什麼需要感染的東西也好 登記在那邊 然後現在目前還沒有 沒有人做 他們就會寫說 現在還沒有人做 如果你要做的話 歡迎你來接下來 這是很多open source軟體 做的方法 那非常有可能會發生 有兩個人 打算做同一件事情 然後已經開始在研究了 對 那說實在 比較好的做法是說 有打算要研究的人 他就上去那個 那個issue 那個issue tracking system 他們講一下說 欸那個某某某號的 那個issue 我有興趣 我應該會先研究一陣子 他先喊一下 但是也有些時候是 就是沒有喊 然後就想說 那我就跟大家都不熟 我先自己默默的做一下下 然後結果要等到去 之前發現說 其實別人已經做完了 好像自己浪費時間 有啦 有賺到練習 那就好像自己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還是會有負責人 或者協調人 來做協調工作 只是說這個負責人 或協調人 他並沒有說 叫你一定要完成的那種權利 所以還蠻常見的是說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東西 要完成 那我把它列在那邊 結果某某某某上去看到 看到說就是 欸我有興趣喔 我有興趣我想要接 結果等了十天半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過去 他還是沒有把它完成 那沒有完成的時候 這個時候 那個協調人 就要自己想辦法說 就是喔那我大概 實現要訂在哪裡 比如說我今天訂到 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 我就先發一封訊息說 欸如果你再不出來 喊一下的話 我要把這個給別人囉 然後 使命到 你給別人 這樣你的專案 才可以繼續下去 那所以這是 負責人或協調工作 那一般來講 那個Module Maintenance 就是剛剛講 以剛剛那個意思 剛剛那個 一個開發者 一個高手 他去開發那個東西出來 然後很多很多人 就跟著他使用那個東西 然後去貢獻 那個專案 這個時候那個高手 就是 我們所謂的Maintainment 他會決定 誰的程式碼我要收 誰的程式碼我不收 因為這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比如說我自己寫一個問題好了 或者說我剛剛講的那句話好了 我剛剛說 比較有什麼 比較有什麼的時候 這個時候跟你講的 一句話分量 好分量 他其實就是一個 要補罪我剛剛的話 但是萬一同時間 要兩三個人 講的不一樣東西了 比如說你講有一種情調 比如說你 應該是不會講一種情調 好不過 無論如何 如果比如說他先說 有一種情調 這個時候我就想一想 不對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那就把他的這個Page 退回去 所以Maintainer的工作 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 要負責決定說 哪些東西他要收 哪些東西他不收 那Maintainer 通常就是最後的把關者 那Maintainer 那如果說 要用電腦來體育的話 就是他就是那個 有權力按開關的人 最後把關者 不過通常 Maintainer會為了 要讓自己的Page 有更多人可以往來 他不會太平常 通常 但是也是會我們說 他就說 我們時間就是這樣了 然後我決定就是這樣 我們方案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歡迎你把這整個程式 拿出去 然後做一個你喜歡的樣子 這我們叫Folk 就是 也是我會說什麼 裡面滿常發生的事情 當一個 你的Page你要送的時候 每天呢 自己不想接 他說因為我 認了理由 我不要 我不要說你有一個權力 由於你有程式碼 你有原始碼 而且他是自由軟體 或者是開放於是碼軟體 你已經獲得授權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去 做一個你自己的版本 直接丟進市場去測試碼 看哪個用的比較多 如果真的用的比較少 而且超級少 那我認了 真的我的功能沒有要用 如果我的功能超級多 到最後大家都來用我的功能 那個時候很可能就 反客為主 就是變成我這一支才是最多人用的 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種 還蠻真實的民主 好 那 在社群裡面成員 經常都是自由來去 那他最後的工作就是 找到一個人 把他的工作接下去 一個在社群裡面 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要參加什麼東西 然後你會很害怕說 欸可是我不知道 會不會花我很多時間 什麼東西 我覺得你想這個 就可以先不用想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先 一點工作就好了 你可以先做一點點事情 而且真的做不到 趕快寒生 趕快就出去 就結束了 相信我啦 大部分的 Opensource社群 都很習慣這種狀況 我們可以很懂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進來玩玩看也好 試試看也好 總之就是這樣 好 那最後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蠻常見的 在Opensource裡面的句子 那他同時也代表著 中哲學 第一個是 我會順便給一些範例 第一個名詞應該大家 第一個句子應該常聽到 第一個叫做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是Opensource的群體裡面 蠻常會講的話 蠻常會想的事情 那打個比方 像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人在用Safari Safari 用Safari跟Chrome舉手一下 居然不是百分之百 好 OK 行 好 那這兩個軟體卡 都有一個同樣的引擎 叫做WebKey 那這個WebKey 他是 他掛 是掛在Apple底下 在做主等開發 但實際上 他並不是從頭開始開發的 他是直接借出另外一套 KHD沒有過來改的 那改完以後 用另外一個名字釋出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省去了前面很多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不用從頭到尾開發一個 他就只要專注在 把自己的功能加進去好了 所以這是 WebKey的狀況 那站在巨人上 那另外呢 在講下一個句子之前 我要先問一下 這邊有沒有那個 不能開玩笑的基督徒 然後這邊有沒有不能開玩笑的 馬英九支持者 我講這兩句話是認真的喔 就是表示我下面都 就是這個例子我只是覺得 他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所以我拿出來當範例 那所以就是請多包涵 那希望我可以活著走不去 接下來到我們 接下來下一句是 我們不會重複造文字 那我想要舉一個範圍 這個是蠻久的 這東西蠻久的 就是那個 有人做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很 他說無聊 也是無聊 然後也是 也是這樣也去的 我們先輸一下 十 那他會怎麼樣呢 風疊倒數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一四 三 二 一 謝謝大家 請坐 好 這是這個程式的作用 他剛剛做了什麼事情呢 如果你有注意在看畫面的話呢 那其實你有沒有注意到說 這個巴一直在跑 因為他利用一點點小程式去指定說 我要播哪些段落 所以你輸入數字 他就可以幫你把它唸出來 還蠻有趣的 那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人寫的程式 那他有 我會受死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最近比較紅的版本 這不知道沒有人玩過嗎 這有方傻 我怎麼覺得有越來越多 好 我這 我今天 我昨天玩的朋友呢 好 我們來說說看 那個 超自然 一點也不自然 好 他還有這樣 這個 一集十點四分的 哇 可大同學 請坐 好 其實我剛剛想要叫大家坐下 我本來想要放這個 好 這看不懂嗎 好 好 五六聲曲 我能說嗎 好 這個東西呢 他用的手法 跟剛剛那個 邦柏那個 其實不一樣 好 其實不一樣 那我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Open source 我下去看 好 那我下去看只是因為滿足個人的無藥使用 哈哈 我想說 欸 怎麼會不會是那個拿來改的啊 結果後來發現肥不是 但是不是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範疇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我進去看的時候 這個作者還滿有趣的 他在送我們社群成員 就是他在程式碼裡面 還特別寫到說 對啦 你可以拿去改 你可以拿去用 你都不用問我 這樣子 就是 這是他的搜尋方式 好 那 他自己也用一套Open source軟體 用一個這個東西 來幫他播 播放音樂 那這個東西他是 別人已經建好了 一套我們所謂的Library 好 那這個Library 他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幫你播音樂 就這樣 那如果你不用這個Library 你要自己稍微寫一下 那他為了不要 所謂的重複造原子 既然有別人寫好 而且好用 那怎麼拿來用啊 所以他直接把這個東西 拉進來 節省他的時間 好 節省他的時間 希望這個例子大家還滿喜歡的 應該還可以 應該看不出來 要在拖時間嘛 對不對 沒有啦 我應該不需要拖時間 好 接下來下一個是比較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點 就是 其實Open source的文化 我覺得影響的層面其實非常非常的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但是我們來講下一句 下一句是 叫做 即早釋出 時時釋出 這個釋出的意思是代表 把軟體發佈出去啦 那他的意思是說 你寫好一些功能 你就放出去啊 不要在那邊等到 所有的功能都寫好 沒有這回事 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備的軟體 所以你不要等到 所有的功能寫好 你稍微寫好一點 丟出去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回饋 或是說有沒有人可以幫你 改什麼東西 那你一直一直放 你就固定時間就放一下 然後讓別人知道最新進度在哪裡 而且還有他 如果要參與 你可以怎麼參與 這是即早釋出 時釋出 其實說實在這個 在現在的商業界來講 蠻實際的 因為我打個比方 或許這個例子不是非常好 那有看過書的人 等下站在電影就可以了 像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名字叫 金石創業嘛 那金石創業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你把那個 做到最小可用 最小可用的功能 就先丟進市場 讓市場去用 這樣你才會有回饋 意思其實是一樣 然後還有 我自己之前在廣東東 是做 使用別人設計 那使用別人設計 那邊也有很強調 類似的東西喔 他說 你就把 測試的東西拿出去 給別人用 然後用了以後 你自己收回饋 趕快回來再改 改了以後 再趕快再丟出去測 測完再回來改 再丟出去測 再回來改 不要等他所有東西都做完 因為那樣子太慢了 所以 使用別人設計裡面 會有強調 Polotime 就是原型 一個網站的原型 就趕快拿出去 一個人用 所以這其實在其他領域 其實都認為這是非常實際的觀念 那在軟體界來講 算是用得很早 那我還可以舉一些 其他很多的例子 像是 這種 剛剛講的四大自由裡面 其實隱含了很多哲學 包括他希望你去了解 某個東西的原理是什麼 並且你可以改造它 讓它變成你希望的樣子 這樣把軟體這個字也去掉 程式碼也去掉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打個地方好了 今天這個桌子 你如果覺得它哪個地方很卡 為什麼你不能改 你或許會說 因為我沒有車床 我沒有什麼東西 那如果都給你呢 你能不能改 那時候你可能會說 可是我沒有它原本設計圖 我只要改一個小小的部分 這樣很麻煩 那如果設計圖也給你了 如果它原本設計圖 我也給你了 你只是想要加一個什麼東西 我給你了 那你什麼東西都有了 那你能不能改 好我其實可以改了 那這個就是 現在所謂的open design 就有一些 你可以上去我路上面 找一些open design的桌子 椅子 然後就回來自己做 如果你有器具的話 那還有像是 open data open data最近很紅 很紅句子 open data有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蠻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你把東西放出去 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你不一定會知道 而且它會變得很多 渣一渣啊 很有趣的東西出現 像 當初 教會把影片放出來 應該沒有料到 它後面會變成這個樣子 或者是說 馬先生在講話的時候 應該也沒有注意到 它後面會變成那個 因為我有同事 我以前在摩扎的同事 把它做成那個 手機按鈕的那個 就是那個 1234567 就讓它可以喊出來 他說這樣其實是跟 accessibility 就是有一些視覺比較不好 我按鈕可以確認 我真的按到那個鍵 我從來就按了1 然後就1 2 345 就用馬總統來幫你念數字 這樣子 這種就是把東西先放出來 你知道它的原理 就可以改成你想要的樣子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它現在影響到很多很多的層面 是大家 至少我相信 發明人在 這個想到這個概念 一開始想到這個概念 在當初 不會意識到它 要影響到這麼大的層面 那還有剛剛 有一句我拿來開玩笑的 叫做 patch where come 它其實某種程度上 隱含著 希望大家都動手做的文化 因為為什麼 我剛剛說的嘛 很多的軟體在一開始 其實是 開發者為了自己而開發的 它其實是一個自己動手做 這個概念在裡面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最近 常聽到所謂的Maker 就是有人用 比如說讓3D表機 用CNC 用那個雷射鞋鞋鞋 機 可以自己做出一些 創作品也好 或者使用的東西也好 在台北也現在還蠻多的 那這種Maker的文化 我倒不會說是完完全全能源自於哪裡 因為 本來就是會自己說的東西 這是本來的 不過我相信 我們說什麼 有彼此影響到 這想法有彼此影響不到 所以 以上的小節 我今天講了三個東西 我剛剛講了三個東西 自由 我看個軟體 授權條款跟社群 其實我在講什麼 其實我在講 定義跟理念 以及它跟法律的關係 還有 open source的組織跟文化 好 好 那 如果你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 我會有一些建議 第一個建議 就是參加研討論的聚會 你的冊子 那本綠色的冊子 後面有很多的研討論聚會 我還蠻建議你參加 比如說這樣 C-COM 就是主辦這個人 如果你還是學生 那就覺得 我覺得還蠻好的機會 或者說 你想要參加 比如說 COSTAB OSDC 台灣有很多很多的 開發型的聚會 或者是非開發型的聚會 那你都可以去參加 感受一下那個氣氛 還不一樣 第二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加入一個 open source的專案 你會覺得說 這樣門檻好像有點高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就算只是在旁邊看 都有差 像我當時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震撼的一點 就是說 我在看Muzea的 Bugtrain Assistance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去怎麼 討論一個規格 要怎麼實作 他們會討論很多的討論點 說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我覺得那真的很細心 真的是一群人 在討論 在討論出來的 然後在網路上面 就那麼公開讓我看 我覺得我學到很多 所以 就算你只是在旁邊看 都有差 那你認認去投入 去看一些東西 都會有差 那我還蠻建議說 你不用太去 在意說 你挑的是大的專案 還是小的專案 因為大有大好處 小有小好處 像大的專案 我在網站裡面 我看到很多跨國的協調 怎麼做 因為我知道這些全部專案 那不過你在小的專案裡面 你參與的聲音 比較容易被聽見 或許你有更多的決定權 或者說可以 做一些實驗 那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大有大好處 小有小好處 都可以試試看 第三個很重要 就是 真的要動手做一些事情 就算你只是自己練習都好 為什麼呢 因為 在Opensource裡面文化很常是說 就是 你剛剛講 Pay去 Welcome 其實就是 你把東西提出來 我願意給你理解 但是如果你只是光講 不做 我會覺得你這個 我不太想要花時間在你身上 所以 動手做一些事情 不管是甚麼事情 不一定是寫程式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請注意聽後面 我幫你介紹 好 那所以我今天講的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子 不知道各位有甚麼問題 好 歡迎回答跟 歡迎提問跟歡迎講答 願意幫我回答 也可以回答 有甚麼問題 有沒有人想要參加 Opensource Project 還是說你是被老師 贏迫人要來 欸 出教會沒有不能做 我們要開玩笑嗎 那 今天其實在場有很多的設計成員 我可以調查一下 你已經有參加 Opensource Project 舉手一下吧 已經有參加了 已經有參加了 而且你為甚麼不舉手 已經有參加了 大家可以認名這些人 就可以去問他們 他們參加的想法 是甚麼心得 是甚麼這樣子 那或許都還 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裡面的文化到底是甚麼 那我希望我今天的 任務的達成 就是幫大家介紹一下 接下來 你們會有提到甚麼東西 以及Opensource的文化 好 如果有問題 後面可以再問問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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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